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好 现在傭兵终于倒地了 这波我还能直接挂到遗产季 没错 就是这个可恶先知的奠机 走快走快 别蓄我奠机了 我为什么会有心跳 等一下 原来我是先知吗 后进度条倒退之术 鉴于大家对之前那期严谨的使徒教学非常感兴趣 而且还有人催我出第二期 那么这次我决定出一期爱哭 这次我决定先出一期 先知对抗爱哭鬼的教学 那下次再出监管吧 搞定这边原生了啊 进度条快进之术 小伙子居然还能守我电机 没用打 我这台电机快修好了 我就不相信你守得住 先在旁边蹲一会儿 看到怎么说 我还想来瞄我 那我就直接操你要救人 你打不打 对吗 早点打早点救 大家开心 好了 傭兵你死远一点 别来干扰电机了 搞定 也不知道他爱哭鬼是怎么想的 开局追傭兵简直失了智 什么 让救人为上椅子 让对面无人可救 傭兵都能坐到电机全修完啦 为什么要救他啊 脑子瓦碳啦 逼 好 傭兵26还是很不错的呀 居然坚持到了我们修最后一台 有心跳啊 不过问题不大 爱哭鬼现在才反应过来干扰电机 已经太完了 我马上就可以压吼 嘿嘿嘿嘿嘿 防守性 consequently 什么鬼呀 rome 怎么黑屏呢 这怎么还带网络攻击呢 完了 最後那一波可能我把电机给点了 唉 还不管了 先趕紧登陆回去看看 喔 哪有这种好事啊 游兵来救我可以理解 艾谷谷为什么不追我呀 难道是看我挂机 绝不熟了 唉呦 没想到还是个有气节到艾谷鬼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先把大门开了 祭司救了调酒师 感觉这把还是会被留下一个 算了那就这样吧 所以祭天他不都是一样的吗 赢就好了吧 溜了溜了